五位就要交流 為了以後 讓水旗 讓太智侯淹水 為合到民眾的死命安全 府臨管政府加倍了鄉公訴 今天特別基盤聯合風順演習 海峰海域這邊有反社會的狀況 我們要追飛機沙包 來 工作開始 透過防汛的演習 能夠讓所有參加防汛任務的人 都知道當中方發生的時候 他必須要站在什麼樣的位置 必須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必須要經過這種演習 才有辦法熟悉我們各項防汛的這種任務 今天黨員眾百人透過可能發生的狀況來應變處理 提醒後單位應變聯絡 像海底崩起 上官單位就要拿手機 刷包來處理 在往我們的需要防護的提防旁邊 搶救人員用牽線 以及藤皮 將受救聯繫於提點牌以後的怒裝上面 這個地方是水月 不知道說來辦這個演習 我感覺最適當 要做好一個演習 事先的丟臉很重要 就是說 要頂兩天 氣候這麼熱 大家要做好彩排的工作 才有今天這個結構 我想 要讓公司用最多的時間 要配合我們的管政府 要讓公補處長 精心設計 要在每一段時間 要把今天呈現出來 讓我們台中大家了解 特別這個演練 讓未來 如果正經需要的時候 大家每個人 站在工會上 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這天災的部分 這我們都不能代議 所以每一年度的演練 都非常重要 有時候天災的當中 我們會措手不及 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所有現場配合 演練的 辛苦的朋友 雖然過去政府都已經出境 會經修首順 對淹水地区也做很多改善工作 不過去後的變成 也是不能代議 透過演習 來提醒豐救災應變力 保護官民的性命安全 這家國用品彩虹不得